打顆蛋加上餅皮 配上冰涼涼的奶茶 每天的第一餐 幾乎都在早餐店解決 到了中午来个便当 晚上再吃好一点 以为这样能补足营养所需 但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 国内超过9成3的国小学童 每日蔬果摄取量完全没达标 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 就是发现孩子通常集中在 午餐跟晚餐才有吃到蔬果 那一准天下来吃的份数 虽然不太足够 但距离目标就是差这一小段 当你没有吃蔬菜水果 你的热量就是大量的 从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跟这个脂肪获得 其实这样子获得的热量 比较容易造成孩子的肥胖 像是三明治 包子 饭团 这些碳水化合物 容易造成血糖飙升 相较之下 蔬果含有丰富矿物质 膳食纤维 替代高热量食物 不仅能增加饱足感 还能促进消化 提升学习力 维他命C在蔬菜水果里面 本来就是以汁含量比较多的 那在研究里面有显示说 它对于情绪啦 甚至于心情愉悦 都是有帮助的 香蕉啊 奇异果啊 番茄或葡萄 这些容易准备的水果 那蔬菜的部分就可以 像早上的时候 可能提供一些生菜 或者是我们有时间的话 做一点像蛋卷这样子 加入蔬菜的部分 都可以让孩子在早上的时间 摄取到不同的蔬菜跟水果 尤其暑假期间 作息不正常 从健康饮食着手 才不会让孩子的成长 出现空窗期 大爱新闻 叶宜林台北报道